传载自摆教号作者,篮球大数据持续一个晚上,NBA就传来了三条好消息,第一条是关于火箭的,火箭再次陷入留言,尼克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因为德安东尼想去火箭,他会耐心等待合适的机会。 对,德安东尼原来在胡人之教过尼克扬,双方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,尼克扬今年下天成为自由球员后,勇士还没有与他血液的意愿,也没有提他球员提供报价,主要是因为他的防守问题,火箭目前已经确定的大名单有13人,还有两名为确定,火箭最终会给尼克扬提供一份合同吗? 第二条是关于维德的,昨天妹妹Legion Hooks爆料,维德将与热火对去约一年,并在赛季结束后退役,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,确实有点不可思议,以维德今年季后赛场均16分的状态,完全可以再打几年,早早退役是一种遗憾。 今天,维德终于站出来拼调了,亲自出马成亲,昨天的重回热火还有退役新闻,维德在推特上表示这是假新闻。 这对于球迷来说就是最好的消息,美国的有些媒体为了蹭热度,故意放出假新闻。 第三条消息是,拉斯维加斯著名博彩公司,开出了18-19赛季的常规赛MVP赔率,詹姆斯以三赔是高居榜首。 下个赛季虎人还是属于詹姆斯单核带队,而火箭有保罗、哈登、安东尼、雷廷有威少、乔治、勇士更不用说了,所以詹姆斯的数据会更有,说福利,以胡人的配置会是一支季后赛球队。 但是在季后赛中能够走多远,就要看詹姆斯了,有詹姆斯在就有无限的可能性,如果常规赛古人能够达到50胜以上,季后赛上进第二轮或者更远,对于詹姆斯和胡人来说就很成功了,他们就有底气在明年自由市场获得大牌球员,这三条消息,对于球迷来说都是好消息。